听故事 说中文 听得越多 说得越好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故事解读 解读故事 一字一年2022 一字一年2022 这一期的节目由我们的Patreons赞助和完成 在这里感谢你们 我们的Patreons没有你们的支持和帮助就没有这一期的节目 没错 谢谢我们的Patreons 我们也非常感恩你们每一天的支持 希望大家可以去iTunes上给我们写好评 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找到我们 好 下面来听故事解读 一字一年2022 一字一年2022 其实我们在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 也做过一期一字一年的节目 你记得吗 没错 去年的时候我们做过一字一年2021 不知道我们的听故事说中文的听众们记不记得 这一期的节目了 因为其实最近这几年都是疫情 是吧 没错 所以不管你的字是什么 一般都是和疫情脱不了干系的 对 和疫情都很有关系 对 我记得你记得2021年有哪些字吗 我是不记得了 你记得吗 我记得好像有读 哦哦哦 你这么一说好像我也有一点印象 但是还觉得读这个字用的好像有点 有点有点个性 嗯 还有秃 这个我也记得 掉头发 对 好像那个人说他年纪还很小就已经秃了 对了 嗯 那今年呢 今年你觉得 今年啊 嗯 每个人都不同吧 嗯 这个一般是和人的性别呀 年龄呀 嗯 都是有关系的 对了 嗯 嗯 那我们先讲故事吧 然后讲故事的时候 我们两个字也想一想 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我们的去年 我们应该选哪个字 对 可以的 如果用一个字概括你的2022 你会选择哪个字 如果用一个字什么你的2022 你会选择哪个字 概括 概括你的2022 概括 嗯 你会选择哪个字 哦 概括就是说用一个字来形容 对了 一个字来说 一个字来描述 一个字来表达 嗯 对 用一个字来概括 嗯 比如说 你可以概括一下 拳王阿里这个故事 讲了什么吗 哦 拳王阿里这个故事 我概括一下 但是我不能用一个字概括 嗯 我要很多字才可以概括 嗯 可能得用一个句子来概括了 对了 嗯 如果用一个字概括你的2022 你会选择哪个字 能说说原因吗 我们来看第一个人 他叫什么名字 第一个人是阿云 阿云 那他用哪一个字来概括2022呢 阿云 阿云用的字是概括 不对 阿云用了快字来概括他的2022 哦 快 嗯 为什么呢 因为一月份到六月份都在备战中考 哦 从2022年的一月份到2022年的六月份 他都在准备中考 嗯 就是小学考初中的考试叫中考 不对 中学考高中的考试叫中考 哦 是吧 嗯 哦 对 你说的对 嗯 那小学生初中的考试叫 小生初吧 小生初考试 对了 对了 嗯 你说的对 初中考高中的考试叫中考 嗯 没错 嗯 就中学结束的时候的考试 啊 初中结束时候的考试 对 嗯 这里的备战啊 备是准备嘛 对 战就是战斗 我要和那个考试做战斗 对 嗯 是很累 很辛苦的一个事情 所以叫备战 嗯 因为一月份到六月份都在备战中考 然后呢 中考结束又开始预习 哦 中考结束了 要准备上高中的事情了 要开始预习了 对了 这个预啊 就是预备预热 提前的意思 习就是学习 就是提前学习高中的内容 哦 提前知道高中会学什么 然后上高中 然后上高中了 现在疫情又放假 哎 一年又到头了 哎呀 对了 2022年疫情还在 因为疫情又放假了 一年又到头了 嗯 对 它说的这个疫情放假 我猜有可能是说去年 在国内放宽了这种疫情的管理模式 是吧 对 然后很多人生病了 然后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学校放假了 所以我猜测应该是2022年年末的时候 没错 放假了 对 所以让你会选择一个字来概括2022嘛 对 就是感觉什么都没发生 就过去了 很快很快 嗯 因为从一月份到六月份 他在备战中考 然后要预习 然后上高中 然后又放假 嗯 所以快 那第二个网友叫小楼呢 小楼呢 嗯 他用哪一个字来概括2022呢 嗯 他说顺 顺利的顺 顺 顺利的顺 嗯 嗯 怎么顺呢 工作顺利 家人平安 哦 工作很顺利 家人平平安安 嗯 就是工作好 家庭也好嘛 同时也见到了自己的想见的人 哦 也见到了自己想见的人 他是谁 刘宇 刘宇 你知道刘宇是谁吗 那应该是小楼那好的朋友 比较好的朋友吧 嗯 或者是他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都有可能 有可能是一个明星对不对 嗯 是吧 对 对 他这个是刘宇的粉丝哦 嗯 总之就是一个他想见到的人了 没错 是一个 所以小楼那的2022的一个字是顺 哦 那你来说一说 你觉得你去年顺不顺 我去年 去年还蛮顺的吧 嗯 哪些方面比较顺呢 我的工作很顺利呀 我一直都有工作呀 然后我的家人也很顺利 就是虽然说 嗯 又不顺利的地方 对 但是总体都比较顺利吧 大家都很健康 没有生病 嗯 嗯 你呢 你呢 嗯 还行吧 对 嗯 嗯 反正我觉得跟你差不多 就大事上没有什么不顺利的 但是有一些 每天都有一些小问题 嗯 对于小的事情不太顺利是吗 嗯 嗯 好 那第三个网友是知乎用户 哦 他是一个知乎的用户 嗯 以前我们说过知乎是一个问问题 回答问题的一个 啊 网站 没错 然后这个人他没有给自己 在网站上起一个特别的名字 所以就是知乎用户了 没错 嗯 那他觉得去年给他最大的感触是痛 痛 嗯 就是疼的意思 嗯 大一三年 每天都在跑毒 对 这里面的跑毒 我以前没听过这个词 是最近的一个新词吗 没错 是一个网络用语 嗯 这个词 意思我知道哈 就是说 从病毒中 逃走 逃开 就是不要得病的意思 是吧 就是在个游戏里面 它是个游戏上面 出来的词语 就是说 你要一直跑跑 在达到终点之前 不被杀死 哦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一直躲躲躲 希望不得新冠 是吧 没错 嗯 对 这个词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 不知道这样的词 在疫情离开我们很多年以后 还会不会有人拿出来用哦 应该还会 我觉得 是吧 跑毒 而且我觉得 这特别是在年轻人用的很多 嗯 好 那大疫三年 这里的疫就是疫情哈 嗯 瘟疫的疫 疫情的疫 比如说新冠疫情 没错 嗯 那这个疫情因为是很长时间 所以我们叫大疫 大疫三年 每天都在跑毒 那他跑得这么辛苦 后来他得病了吗 得了呀 嗯 终究还是没能逃过一阳 嗯 虽然很辛苦的跑毒 但是最后呀 还是没能跑过去 逃过去 还是阳了 对 还是得了新冠 还是阳性了 是吧 嗯 对 说到这个阳 记得有一阵子国内 好像因为大家都阳了 都得了新冠 嗯 然后大家在朋友圈里 开玩笑嘛 对 什么喜阳阳 美阳阳之类的 对 人家说阳康阳过 王虫阳嘛 嗯 各种各样的阳 对了 感觉现在微信里 好像 没有了 对 就是一阵的事 对 大家都得了之后 然后就康复了 都阳了 然后现在就好了 嗯 没错 那这个人 他没逃过一阳 他写这个帖子的时候 他好了没 现在还没好起来的 俺 只觉得痛 俺 俺是谁呀 我 哦 我 也可以说俺 是吧 这个俺呀 在某些的这个 中国的方言里面会说 不说我 说俺 是北方方言 对不对 嗯 我知道山东是说的 嗯 可能山东 话里面 对 我俺 我们俺们 嗯 嗯 所以他现在 还没好起来 对 那他的身体感觉怎么样 痛不痛 痛呀 疼啊 现在还没好起来的俺 只觉得痛 怎么个痛法啊 生病太痛了 嗯 我听说得那个新冠 就是好像 有人说腿会痛 你的身体 全身痛 对 会冷 会痛 是吧 嗯 我记得 我当初得的时候 也身体蛮痛的 除了生病痛 还有什么痛 跑毒 太痛了 嗯 就是生活中 处处小心翼翼 不想感染疫情 是吧 对 这个就是躲得太辛苦了 每天出去要戴口罩啊 要和别人保持距离啊 这个太痛了 没错 还有呢 风控太痛了 对啊 小区说风就风 城镇说关就关 哎呀 就不能自由地出行啊 自己没有办法做决定 对吧 对 网课太痛了 对呀 不能去学校和教室里面 见到自己的老师和同学 再加上课 嗯 哎 网课太痛了 天天核酸太痛了 你说的是核酸检测吗 没错 抠鼻子那种 对 就把那东西 哎呀 我的妈呀 放到你鼻子里面 看你又没有得病 对 听说国内捅得还特别深 对了 时间特别长 嗯 真是太痛了 没有课外活动太痛了 哎呀 对呀 还没有 因为在家上课嘛 嗯 是吧 在学校上课还有课外活动 比如说去出去踢踢球是吧 打打篮球 对了 嗯 就是上课 两节课之间还有休息的时间 嗯 在家上网课什么都没有 对 哎呀 太痛苦了 痛痛痛 嗯 所以他说这个痛不仅是身体上很疼的痛 嗯 而且还有这种精神上心灵上很痛苦的一种状态 对了 嗯 希望快点好起来吧 嗯 嗯 那你会觉得痛吗 痛啊 嗯 你是哪儿痛啊 精神上痛啊 嗯 我觉得 特别是 呃 疫情的时候 你想见朋友 见不了 想 回中国回不了 是吧 想你 想去看电影 也不敢去看哦 嗯 对 我也记得最开始那一年 真是太难 太痛苦了 对 而且孩子在家 每天 要工作 要照顾孩子 也很辛苦 很累啊 嗯 嗯 对 真的是很痛的 对 痛痛痛 哎 希望现在已经好了 嗯 好 下面一位网友的名字是刘巧珍 刘巧珍用了一个字来形容他的2022年 那就是忙 嗯 怎么忙呢 工作日上班 周末看孩子 哎呦 这跟我一模一样 嗯 星期一到星期五要上班 然后星期六星期日还要看孩子 没有一天闲着 对 照顾孩子 没有一天闲着 只要我放假 婆婆就给自己放假 哦 所以他的孩子是婆婆照顾 对吗 嗯 应该是吧 听起来是这样的 对 嗯 所以 呃 周六周日的时候 婆婆就不照顾孩子了 嗯 因为有可能他的婆婆也很累 对 因为婆婆从周一照顾孩子到周五 是吧 对 然后周末觉得 哎 孩子妈妈在家 自己可以轻松轻松了 嗯 我不是人家闺女 人家才不管我累不累 嗯 所以刘巧珍觉得 毕竟婆婆不是自己的妈妈 对 还是自己的妈妈最心疼自己 对了 嗯 上班从第一分钟忙到下班 嗯 说实话 觉得这份工作成长有限 越来越觉得没收获 越做越觉得没收获 嗯 所以她喜欢她现在的这份全职工作吗 我觉得她不喜欢 为什么呢 那她说了呀 她说上班从第一分钟忙到下班 嗯 首先是很忙 对 其次呢 然后 说实话 觉得这份工作成长有限 这份工作给她带来了很多的成长吗 没有 很有限 很少的 对 不是那么多的 嗯 那这份工作让她觉得有很大的收获吗 越做越觉得没收获 嗯 所以她不太喜欢这份工作 对 第一 忙 第二呢 成长有限 第三啊 没什么收获 对 嗯 但是她不想在家待着吗 不想啊 但是实在不想付贤在家 实在不想付贤在家 对 不想付贤在家 付贤感觉是很很那个书面语的一个词哈 对 应该是来自哪一书古诗里面的 有可能 嗯 所以她是把这个书面语和这个口语其实放在一起用了 没错 嗯 付贤就是贤在家的意思 就是不做事情的意思 叫付贤 人生就是一场又一场的抉择 我觉得她说的太对了 嗯 人生就是一场又一场的选择 嗯 抉择就是选择的意思 嗯 就在你人生不同年纪 你有一些不同的选择 对了 你做了哪一个选择 可能就决定你后来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而且你要一直不停的选择 很多不同的选择 是吧 对 比如上学 你大学毕业了 你要选择工作 是吗 嗯 嗯 工作的 你要选择家庭 家庭 孩子等等 嗯 都是选择 对啊 所以有时候回头望 哎 也不知道自己走的对不对 有时候回头想一想 回头看一看 哎 也不知道自己走的对 还是不对 对 当初也许不应该上那所大学 嗯 当初也许不应该去深圳工作 嗯 当初也许不应该要小孩 嗯 所以她回头想一想自己的选择 也不知道那些选择是不是最好的选择 没错 也不知道自己走的对不对 但是 走都走了 就这样吧 嗯 呃 想也没有用是吧 对了 对 毕竟生人生就一次 嗯 选就选了 那就这样吧 率性而为 率性而为 嗯 什么是率性而为 率性而为 就是由着自己当下的选择来吧 嗯 就是不要过分的去想太多 嗯 就自己现在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尊重当下的选择 嗯 当下你感觉什么是对的 那就做什么 嗯 叫率性而为 为就是做对不对 对 嗯 帅就是率真 嗯 由着自己的本性来 嗯 对 对 率性而为是一个成语哦 也是常常感觉是一个比较积极的 去形容一个人的一个成语 嗯 没错 对 就形容一个人做决定的时候 不会有太多的顾虑 嗯 凭着自己当下的感觉去做决定 那你觉得你做事情是率性而为吗 我非常 我是一个非常率性而为的人 嗯 嗯 好 那下面一位网友呢 他很有趣 他给自己起的名字叫 我已经见过仙子了 我觉得像我儿子 我觉得他的名字取得很好 嗯 我已经见过仙子了 对 好 我已经见过仙子了 他觉得他过去的一年用一个字概括是什么呢 穷 嗯 这个跟我很像 是吗 就我们可以做朋友了 嗯 为什么呢 听我说 因为从上海离职之后 一直没有找到高薪满意的工作 哦 他以前在哪里工作 以前在上海 后来呢 后来离职了 离开了上海的职位 离开了上海的这个工作 哦 他辞职了 嗯 嗯 他离开他的工作了 离开了在上海的工作之后 怎么样 找到别的工作了吗 一直没有找到高薪满意的工作 什么样的工作 高薪的 就是挣钱多的 满意的 他自己喜欢的 哦 所以 从上海离职之后 一直没有找到高薪满意的工作 一直在干辛苦 却钱少的事 哦 一直做的事情都很辛苦 而且钱还不多 工资 嗯 不高 薪水不高 对 嗯 那压力大不大 虽然辛苦 钱少 虽然不满意 但是压力确实少了很多 哦 确实没什么压力了 嗯 这是为什么挣钱少了 没错 一般挣的钱是和压力成正比的 对了 嗯 过完年准备换个方向 什么时候准备换个方向 过完年过完春节呀 哦 过完中国新年之后 嗯 换个方向 现在是2023年的这个二月了哈 这个农历新年已经过完了 估计这个人也在换方向呢 对啊 嗯 但你觉得他喜欢上班吗 感觉应该不喜欢吧 为什么呢 因为他挣的钱少 然后上班也很辛苦 嗯 而且他后来来了一句 人能不能不上班啊 跟我的想法一样 人能不能不上班呀 嗯 我怎么觉得他是个东北人啊 我感觉这句话 人能不能不上班啊 感觉 我不知道啊 哈哈 你觉得是个东北话 我觉得这句话 只有用东北的方言读出来 才才就是 才达到那种意思 那你 这个他说的所有的话 你用东北话怎么读啊 哎 你想听吗 想听 哦 他是这么说的 嗯 他说什么 因为从上海离职之后 一直没有找到 高兴满意的工作 一直在干辛苦 却钱少的事 但压力确实 少了很多 过完年准备换个方向 人能不能不上班啊 哈哈 说的很 很有感情 大概就这个意思 嗯 对 好 那下面一个网友 他的名字叫什么 我可以呀 我可以呀 嗯 他在鼓励自己 看来他的生活里面 发生了一些很闹心的事 嗯 很烦恼的事 他选择的一个字是什么 他用哪一个字来概括 他的2022 他很乐观 他很乐观 因为他选择的字是好 好 嗯 痛快 你好的好 嗯 这个人应该不是东北人 那你说吧 今年是我和孩子父亲分居的第三年 嗯 他和他孩子的爸爸怎么了 分居了 分是分开 居住 分开居住 分开住了 就不在一起了 哦 离婚了 嗯 哦 不一定是离婚哦 但是就是分开了 但是应该就是离婚的意思 第三年了 哦是吧 有的人是分开 分居 但是还没有就是在法律程序上办这个离婚 是哦 对 嗯 好 今年是我和孩子父亲分居的第三年 这三年怎么样呢 哎 过程反反复复 哦 这分居的三年里面发生的事情反反复复 嗯 就很多事情很多不好的事情重复发生 发生很多次 嗯 有什么样的反反复复呢 期待 哦 希望发生一个事情 痛苦 很难过 很伤心 失望 啊 不喜欢发生的事情 嗯 自己想要的和现实发生的不一样 嗯 嗯 对 反复煎熬 哎呀 这就是难受哦 嗯 反复煎熬 煎熬这个词其实很有意思哦 对 它的其实字面意思是说 就以前应该是做中药什么 没错 或者做饭什么 嗯 煎和熬都是在火上是吧 对 煎就是在锅上用点油煎东西吃嘛 比如煎鸡蛋 嗯 煎肉 嗯 熬就是在锅里煮 嗯 煮很长很长的时间 对 就是不管是煎还是煮 就是你在热锅上 你一直就是会很痛是吧 而且时间很长 对 时间又长又痛 这就是煎熬 嗯 比如说什么样的事情让人们会觉得煎熬呢 呃 煎熬 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 嗯 嗯 而且不得不做 对 必须得做 嗯 就是煎熬 对啊 比如说在中国的这些参加高考的孩子们就真的是在学校觉得真的是煎熬 对在高考之前呢那个准备时间是很煎熬的一件事情 嗯 对 嗯 嗯 再比如说在某些国家想拿到绿卡和签证 对 也是一件煎熬的事情 做移民的 嗯 这样的生活是很煎熬的 对 嗯 嗯 再比如说 嗯 大疫哦 疫情的那几年 嗯 也是非常的煎熬 对 疫情的三年从2020年到2022年都是很煎熬的一件事情 又痛苦又长 没错 又没办法 痛痛 就得忍着 对 这个叫煎熬 嗯 所以他和孩子的父亲分居了三年 过程反反复复期待痛苦失望反复煎熬 然后他自己怎么样 他接受这个局面了吗 这个过程很辛苦哦 嗯 但是他一直没有接受这个局面 哦 一直觉得发生的这些期待痛苦失望和煎熬 不是他希望看到的 嗯 也不是真的 嗯 明明是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 可还是让自己反复痛苦 哦 明明是自己选择分居了对不对 嗯 不要和孩子父亲居住在一起了 嗯 可是 还是让自己反复痛苦 对啊 嗯 对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很难的事情 嗯 对啊 因为你和孩子爸爸分开居住的话 自己一个人带着小孩 或者孩子不在自己身边 那都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嗯 嗯 甚至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哦 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我是要和孩子爸爸在一起生活 还是我真的想和他离婚 嗯 我想要孩子 还是我不想要孩子 我到底想要什么我不知道 对了 过去不能接受 嗯 现在不能满意 未来不敢面对 哦 过去的事情 不能接受了 嗯 因为发生很多很痛苦的事情 对 所以他还是想不开 嗯 现在的生活我也不开心 我不觉得是最好的 嗯 以后明天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未来不敢面对 对 未来我很害怕 我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的 对 所以未来不敢面对 嗯 看来他的生活的确很煎熬啊 嗯 很痛苦 对 就是 是我 今年一直在重复的生活体验 嗯 嗯 期待 痛苦 失望 反复煎熬 嗯 感觉他在一个恶性的循环里面 就自己抽 从那个循环里面抽 不能抽身出来的感觉 嗯 但是我觉得他新的一年应该有一些改变 嗯 那我们看一下他有 他想有什么样的改变吧 嗯 他说 想要做出一些改变 我打算从最简单的练习开始 哦 他会开始练习改变 嗯 比如说呢 每天给自己说一个字 好 哦 每天跟自己说一个字 好 过去不能改变的决定 好 哦 过去发生的事情 过去以前做过的决定 已经不能改变了 好 嗯 好吧 那我就接受了 嗯 现在时光的虚度 好 哦 现在的时间没有用的很好 我的时光用没有用的很好 嗯 没有关系 对 我可以接受 他觉得现在的时间是被浪费了 对了 就不是有特别有效率的那种 嗯 我们可以说虚度时光是吗 嗯 虚度光阴 对 相反的意思是珍惜时间 对 对 有效的利用时间 嗯 面对未知会恐惧 好 恐慌 哦 恐慌 嗯 恐慌就是 恐就是 担心 害怕 对 慌就是 慌张嘛 对 不知道做什么 对 就是心里面很紧张 很害怕 叫恐慌 对 嗯 接受我自己所有的情绪 感受 接受我自己所有的情绪和感受 嗯 比如说 开心的情绪 愤怒的情绪 啊 紧张的情绪 对了 愤怒也好 不堪也好 逃避也好 愤怒也好 不堪也好 逃避也好 嗯 他用了很多大词啊 这个愤怒就是生气的意思 非常生气 嗯 不堪就是 不可以忍受 对 嗯 就是太没面子了 对 没面子 觉得 就比如说 不好意思 对啊 就比如说 未来不敢面对 过去不堪回首 嗯 那觉得不好意思的一些事情 逃避也好 嗯 有些事情 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 可是他不想去 不想去想那些事 嗯 对 对 哎 我还是觉得 这个 这个人 应该是一个妈妈 单亲妈妈 我还是觉得 感觉他这种 心里面 可能还是需要一个朋友 嗯 一个有正面力量的人 就是走进他的生活 去帮一下他 对 对 我感觉他可能还是 好像自己 一个人陷在一个 沉重不堪的一种感情 负担里面 但自己没有办法 从那个负担里面 挣扎 挣脱出来 嗯 其实还是需要外面的一个力量 拉他一把 但我觉得 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 很 怎么说 很坚强的人 嗯 对 有的时候可能人就是太坚强了 导致于什么事情都想自己一个人 担着 对 没错 其实还是要好好地利用一下身边的这种 朋友啊 家人的资源吧 嗯 对对对 对这样对自己好一点 嗯 唉 这个人 这人真是哈 就你真看这些人的一字一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嗯 对他 不为人知的东西 嗯 好 那我们看下面一个 还讲吗 嗯 再讲 对 最后一个人叫什么名字 大手 大手 小说 嗯 big hand 笑话小说 嗯 感觉他这名字很梦幻哦 对 他给自己概括的一个字也是梦 梦 为什么是梦呢 哎 一眨眼明年三月份就退休了 哎呀 明年三月就退休了 不用工作了 嗯 所以看起来他这个年纪应该 蛮大的 对 起码得五十六十岁了哦 嗯 五六十岁了还喜欢在 在互联网知乎上面来分享 他的一字一年 挺可爱的 对 嗯 所以他觉得很快就退休的还是很慢才退休啊 很快 所以是一眨眼 眼睛一眨 嗯 对 所以在中文里面啊 形容时间 时间快的一个词就是一眨眼 对了 嗯 我们经常说 一眨眼现在已经二月份了 嗯 一眨眼的功夫 你饭就做好了 一眨眼明年就2024年了 嗯 一眨眼明年三月份就退休了 嗯 从一八年底我就二线了 嗯 从二零一八年年的年底十二月份 我就退居二线了 就不在前线工作了 嗯 就做的事情不是最重要的 不是最累的事情了 对 退居二线了 对 虽然单位明年还留用我 但我从二线那天起 就不用去单位打卡 嗯 就打卡就是说 定点要上班的那种 对 比如说 在一线工作那些人 每天要早 早上要八点上班 早九晚五吧 是吧 对对 比如说早上九点就要去刷卡 晚上五点才能刷卡下班 对 但是他需要吗 不用去单位打卡了 嗯 不需要就一直在那了 对 不用去公司打卡了 分管的工作都是后勤服务性质的 哦 现在他负责的工作都是后勤服务性质的 嗯 后勤就是是 啊 后勤的 就是做那种服务性质的叫后勤 比如说一般单位的后勤有什么呢 比如说做饭的是后勤 嗯 打扫卫生的 对了 仓储的 嗯 就是不需要接待客户的那种 对 就是后勤的 嗯 嗯 那他一般还去公司吗 他不需要啊 一般都是月底去签签字 哦 月底 每个月快结束的时候 去公司签个字 所以看来他还是去做管理的性质的啊 还是一个小领导 嗯 因为他需要给别人签字 对了 嗯 所以他每天睡觉睡很长时间吗 对啊 所以每天睡到自然醒 哦 所以每天睡到什么 自然醒 自然醒 对 不会有闹钟了 不会有闹钟 自己想几点起床就几点起床 哎 哎 不过我听说人到了一定年纪 好像小时候也睡不着了 是吧 嗯 然后呢 还做什么呢 写点东西 或钓钓鱼 哦 他喜欢写东西 嗯 或者钓鱼 你看这儿 在这个知乎上面 他不就写东西了吗 没错 嗯 所以写东西钓鱼 是他每天喜欢做的事情 对了 这个叫他的 常态 嗯 生活常态 对 就生活里面经常的一种状态 对了 嗯 所以每天睡到自然醒 写点东西 或钓钓鱼 就成了我的生活常态 那你的生活常态是什么呢 我的生活常态就是 嗯 朝九晚五吗 朝九晚五吧 就早晨送孩子上学 然后自己去工作 晚上接孩子 嗯 嗯 很辛苦 嗯 三年疫情 给一线的销售工作 增加了很多难度 哦 他现在说一线 他们单位一线是做什么的了 做销售的 是吧 对 卖东西的 对 所以他以前可能也是做一线的工作 现在二线了 对 嗯 所以这三年的疫情给什么东西增加了很多难度 给一线的工作 给一线的销售工作增加了很多难度 对啊 可不是吗 你说疫情的时候很多商店都关门了 对不对 嗯 你想把东西卖出去就变得很难 嗯 嗯 我很庆幸在18年及时做通领导的工作 哦 他很开心 很幸运 嗯 在2018年就和领导说过 对不对 嗯 跟领导说 啊 我明年 我不要再做这个销售的工作了 嗯 我不要再做一线的工作了 对 我不要再做主管销售的领导了 嗯 嗯 他的确挺聪明的 对 看到疫情来了 哦 其实他也不知道疫情来了吧 对 但是他就是很幸运 18年的时候就从一线退下来了 没错 要不然你想想疫情来了 然后他在做销售的主管 这个压力多大呀 就是嘛 嗯 要不我这个原来主管销售的领导 不知会糟心到何种程度 嗯 不知道会什么到何种程度 糟心 糟心 就是心里难受啊 哦 心里累啊 哦 太糟心了 对 有件很难办的事 这件事让人很糟心 对 让你的心里面不能轻松 对 比如说大一三年 很多人啊 不能回到中国去看望自己的家人 对 这件事就很糟心 对了 嗯 比如说大一三年 小区说封控就封控了 很糟心 对了 嗯 嗯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看一下这些人 他用的汉字都有哪些 快 快 嗯 顺 顺 工作很顺利 痛 哎呀 疫情很痛 忙 工作和家庭 让他的生活很忙 穷 哎呀 一直之后找不到高薪的工作 所以很穷 好 哎 我希望新的一年可以变得更好 梦 梦 时间过得很快 像做梦一样 对了 嗯 三年的疫情 对吗 嗯 嗯 其实我看了这些人的故事啊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些故事很有意思 嗯 因为这些故事里面 第一个故事是小孩子 对 他的选择 他选择是快 对 然后最后一个呢 其实老人的选择 他的选择 概括的字是梦 嗯 你想想年轻的时候和年老的时候 感觉心态都比较积极一点 嗯 但你再看看中间这几个 啊 中 算中年人吧 是吧 对 对 嗯 觉得就可能会比较的消极一点 比较辛苦一点 嗯 痛啊 忙啊 还有什么穷啊 嗯 对 对 嗯 还有自己鼓励自己 好 没错 嗯 嗯 所以看完这些人的分享 你有没有想到哪一个字可以概括你的一年呢 嗯 我的2022 我还真没想到一个字 你呢 你有想到一个字吗 我觉得如果让我说的话 我的选择也是快 快 嗯 嗯 我觉得我的过去三年都是快 嗯 差不多 对 就好像没有什么事儿是特别让我有一个深刻的记忆的 嗯 我的整体的感觉就是去年就是 搜搜的就没了 搜搜的就过过来了 就稀里糊涂的 嗯 稀里糊涂的就又过了一年 但你知道今年已经过了两个月了 是的呀 嗯 嗯 就真是快 我觉得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就觉得 什么时候特别快 而且每一年的生活和前一年都没有太大的这种变化了 嗯 我现在在可能在二十几岁的时候 当时就觉得 哎呦 好像每一年都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每一年都有一个巨大的变化 嗯 然后这两年觉得变化的节奏明显就停下来了 嗯 对对对 你所以你还没有想好你的字是吧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我可能会选择快 你也选择快 嗯 太快了 然后或者是忙 嗯 是吧 嗯 对所以听完我们故事的听众 不知道你们会用哪一个汉字来概括自己的二零二二年 欢迎你们在 在我们的平台上给我们留言 对 如果你是我们的Patreon Patreon平台上留言 如果你还不是 给我们写邮件 告诉我 你告诉给我们分享 你用哪一个字 来形容你的去年 嗯 嗯 对啊 那我们就讲到这里吧 嗯 好 那今天的故事解读 一次一年二零二二就解读到这里 听故事说中文 听得越多 说得越好 这里是故事解读 解读故事一次一年二零二二 没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更多的老师同学和朋友 嗯 也欢迎您在iTunes上跟我们写好评 我们得到的好评越多 就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听故事说中文这个节目 嗯 那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听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